下面我们去认识一下 青藏高原特有的一种珍稀鱼类 它叫细尾罩 在消失了40多年之后 最近在青海玉树重现身影 这就是细尾罩 是青藏高原特有的鱼类 也是蓝苍江流域 唯一的肉食性底漆原生鱼类 除了在上世纪70年代 有少量记载外 一直未被监测发现 一度被认为灭绝 或处于极度宾威状态 我们发现到了细尾罩 说明这个鱼类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在蓝苍江流域的 生进状态下 生存得还非常的好 此外 在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联合当地农牧执法部门 开展的鱼类资源调查 和种植收集中 不仅发现了细尾罩 还有前腹裸裂钢鱼 蓝苍裂腹鱼 光纯裂腹鱼等 其他蓝苍江流域 有历史记载的原生鱼类物种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进补对鱼类保护 是非常有成效的 你会希望向顾鱼类 来进补对鱼类口 这我们看不出了 看不出了 我 霸着鱼类化 再放了 你什么也没用